在范冰冰偷税陆税事件爆发后,人们对于明星的天价薪酬以及偷税漏税的行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。 在娱乐的压力下,影视行业的税收制度,隐挽了飓风时的改革,受事件的影响,对于影视明星设立的工作室,成为了此次税收改革的重点。 11月29日上午,陆续留影视工作室接到税应局通知,要求工作室对2016年以来申报纳税情况进行自查自交,限期补税,以三年营收的70%最少作为基数按照个人劳务计算税款,综合计算相当于需不较总收入20%左右的税款。 在此之前,为了扶植影视文化行业,国家给予了多项政策支持和补贴,像恒电影视实验员区内的影视工作室月收入超过500万元的,在享受一系列优惑和税收版还后,整体的税付低至2.3%,而这次光补缴的税款就已超过20%,可见此次税收风暴之严厉。 根据税务局通知,次次补税工作正式实施,共分为四个阶段,自查自咎,约网补税,税务上门辅导,检查,以及住变检查税务抽查。 最具不纠正的公司及从业人员将开展重点检查,并依法严肃处理。 而且据相关消息称,目前税务总局已对17位艺人进行约谈,但是具体是谁并未透露,但传递的信息已经是非常紧迫了。 此次受约谈的工作室,是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补税工作,否则将会面临罚款甚至刑事处罚。 其实在此之前,对于影视工作室的税收改革就已有端倪,网上曾流出一个概有东阳税务局公章的通知,要求将原来仅对影视工作室定期定额,定收税款的制度改成查账定收。 这意味着,之前明清通过工作室合理避税的渠道,被彻底关闭了,此次补缴税款的通知,正是在向政策的延续。 如今看来,范冰冰事件所引发的民间义愤与朝野震怒,已经逐渐显现出迹象来了。 税务局的组合权打得各位偷逃税款的影视明星措手不及,纷纷慌忙的注销工作,不缴税款,甚至有很多明星为了躲税。 在结束税务和朝前都不签拍戏,代言等商务合同,有很多影视从业者因此而猜测政策风向要改变。 文化影视产业的风口即将结束。 但是,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,会长刘和平亲自出面辟谣。 他在朋友圈以及微博上表示,在与相关领导深入交流后,明确了国家对影视行业扶持政策不会变。 娱乐圈在经历了昨天与史诗集的吃瓜大戏,如今,后方又遭地震,可谓是多事之秋。 但是娱乐圈多年的击毙,如果能在政策的利润下逐渐清除,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青少年价值观的成长也将多有助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